好,那我们就真的开始来上数学的部分 微积分呢,在电子领域的重要性其实是在电子比较重要 在资讯相对的重要性没那么强 那在电子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电子学所探讨的就是那个连续的波形 OK,比如说电阻、电容、电杆 那些元件所造成电压的变化 电压的变化本身就是个连续函数 OK,那我们测最后会测到其中一个点 一个点这样子的电压 如果你用三用电表去测 但是呢,如果你用试波器去测 你可以测到一个连续的 OK,那这是 微积分在电子里面 重要 它像是微分方程 当你有好几个电容、好几个电感 那个微分方程是会变得很复杂 那么要去解其实有时候会很困难 那现在有时候不需要解 为什么 因为它用那个Spice去模拟 模拟出来如果是这样 我把它原件真的都上去的时候 大致上就是这样 现在对电脑模拟通常还算不错 那如果是数位的模拟呢 就基本上是精准 没有什么需要模拟了 数位的模拟基本上就是 你模拟出来这样 放进去就是这样 那但是呢 类比的模拟还没有到非常精准的程度 OK 好,那资讯领域呢 就要在一些研究性比较强的主题 像人工智慧 影像处理 影像识别 识别领域的那些东西 那我们刚有讲过 微积分呢 会衔接线性怠速 工程数学 很可惜工程数学我们这边没开 所以为什么我要把工程数学的内容 拉到微积分来讲完 这是各位哲学奇会 在微积分上面上的范围会比较大的原因 工程数学其实是一个很广的领域 所以它主要以分方程为主 但是你会发现 所谓的工程数学 少女讲我们是工学院 那工学院所使用的 所要上的那个应用数学 就称为工程数学 但是应用数学像商科 他们就不会叫工程数学 他们叫商用数学 OK 那他们也会教一些 类似微积分的东西 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 经济学里面的工需法则 最后还不是曲线 还是要用微积分 OK 那你还要做最佳化 算出什么样子的时候 获利会最大 那也是要用微积分 所以微积分算是几乎只要念大学 除非你是念文学院 不然的话一般来讲 你都会念到 那离散领域是以离散数学为起点 所以各位可能下学期或下下学期会学到这个 然后离散数学里面会有像 不灵逻辑 正规语言 计算理论 资讯理论 这些东西 那后面还有一门数学课可能是几率统计 这门应该在我们系上是选修课 那几率统计其实它不能够说是离散 也不能够说是连续 因为它既有离散又有连续 几率统计里面就有像连续几率密度函数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微积分继续往上的延伸 那也有离散几率密度函数 这个东西就比较像是离散数学往上延伸 OK 那到后面你会发现 说有一些东西 如果你在比较深的研究领域 你就会发现 哇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样用 真是神奇 那那个东西像 以马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简称HMM 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那但是它非常有用 像现在的语音辨识 几乎全部都是用HMM做的 那背试网路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 的几率式的学习演算法 那应该不叫学习演算法 它是一个模型 那真正用来学它的才是 HMM或者是EM这种演算法 那EM是期望最大化演算法 这个非常强的一个演算法 但是它里面所用到的 微积分和数学很难 那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期望最大化演算法 它就透过两个简单的步骤 那两个简单的步骤 竟然可以达到 这么神奇的效果 真的是难以理解 这个是 这个是已经 已经非常深的领域 好 那所以资讯的领域 通常数学是以离善为主 因为我们处理的数位资料 我们不会表达π这种东西 那有一个投机取巧的表达方法 就像刚刚那个同学讲的 我用pi这两个字代表π 另外一个我是用 3.14159XXXX 然后最终有个极限代表i 代表π 那事实上呢 我们通常会用 会用浮点数f32或f64的表示法 就是32位元的浮点数 或64位元的浮点数 来代表π那个数字 但那个是有限的 它其实范围是浮动的 那各位应该知道 浮点数的编码原理吧 这学期各位有没有上季开 是哪一位老师教 李希杰吗 OK好 李希杰教了 那你们应该会学到 反正如果你现在搞不清楚 浮点数怎么表示 那季盖里面照理讲应该会讲这个东西 那我们不去讲那个 那属于离散的部分 我们这门课是连续的 好 那电子电机是电流 其实电流本身就很很不容易描述 尤其是如果我们看的只是有电阻的那种电路的话 电流是很好描述的 你加上电容之后 它充电是这样的 放电是这样的 是弯的 那就很难描述 会需要用到 你会发现最后它需要用到三甲函数 或者是用1的x次方这种东西 1的负x次方 那这种要对电流的描述 就必须要用到函数 连续函数 三甲函数 微分 那电子和资讯有时候会跨来跨去 所以 譬如说我们在做波形的处理 在电脑看到其实是 一个点 一个点 一个点而已 它不会看到整个连续的波形 为什么你CPU取样会有一个限制 譬如说我每0.001秒取一次 现在电脑很快 我可以达到 10的负9次方 10的负10次方的秒 就取一次 OK 但是即使这么快 它还是一个离散的状况 天生是离散的 你没办法让它变连续的 电脑本身有这个特性 那但是呢 你取样是离散的 你用到的数学就一定要是离散 不一定 往往你取样是离散 但是你用连续的数学去描述它 你会发现更适合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连续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种波形的东西 转到离散 其实我们完全看不出来 它到底是在做什么 但是转回连续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说 原来波形就是个连续函数 也就是维基分所讨论的那种函数 好那这我们上次有看过 影像大小大约压到二十分之一 ZPG跟BMP之间的比较 可以压到二十分之一 那你如果把那个容错率提高的话 它的压缩率就会变大 容错率降低 就是说尽量不要错 那它的压缩率就变小 好 那所以我们这本书会特别 为用程式人的角度去看 好 那 微基分在电脑里面用到的是通讯 控制和人工智慧 这几个领域 很常用 那通讯领域呢 我们会先取样 取样之后就变离散的 但其实它的讯号是连续的 那电磁波呢 又是一个很奇特的领域 这部分用函数连续的方式去描述 会好很多 好很多 那 这些 这些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再提 三角函数 负变函数 负利液转换 拉布拉斯转换 等到我们真的讲到的时候 你会 你会发现说 这个数学很深 我们会考 那 请你特别注意 当我们讲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代表那个东西 会考 因为它很重要 对资讯领域很重要 好 那在人工智慧领域呢 它其实研究的是 怎么样使用电脑模拟人的智慧 这里 像我们要模拟眼睛 就影像识别 我们要模拟耳朵 就有语音识别 我们要模拟手和脚 就机器人控制 那这些都会用到为积分 那另外一个 像类神经网路 各位有听过什么叫做神经网路吗 就是电脑为了要模拟人的大脑 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方法 那那种方法 其实就是用神经图处连结的这种概念去想 那最后呢 它用一个 非线性的函数 去做神经网路的这种 这种冲动的模拟 那你会发现说 它的模拟其实 在很多领域算是蛮成功的 这导致说 神经网路 其实已经有不少东西用在真实的产品上面 那像机器人控制啊 或者是 像各位之前可能也听过什么 Neuro Fuzzy洗衣机 Neuro是指什么 就是神经网路 Fuzzy是模糊 要用神经网路结合模糊理论去做那台洗衣机 各位一定觉得会不会太夸张啊 我只是要洗个衣服而已 用神经网路加Fuzzy 那真 没办法 因为它就在那个部分表现得比较好 好 那类神经网路微分就很重要 那像有一个叫做反传递学习演算法 Bag propagation algorithm 这个就是用微积分的概念去 去倒推那个微分到底是多少 然后去做那个参数的调整动作 那这就反传递演算法 好 那负列转换小波转换这个 往往也会在讯号处理用到 好 那接下来电子领域就用的更多 那电阻电容电感 电阻很简单 电阻是线性的 就是在一般的状况之下它是线性的 也就是说 所谓线性就是当我给它多少电压 那除以那个电阻就是电流 所以就V等于IR这个各位应该在国中物理就有学到吧 V等于IR或高中物理 V就是电压 然后I就是电流 R是电阻 因为它 你会发现说什么是线性的 就是 全部都只有一次项的 往往都是线性的 那有二次项以上的 或者是零点几次项 开根号的 那就不是线性 好 好 那但是呢 电阻是线性的 电容电感不是线性的 电容就有点复杂了 因为电容涉及到充电 你一个电容是空的时候 它充的比较快 但是呢 电容越来越满 它充的越来越慢 但等到有 等到你要放电的时候呢 就倒过来 电容是满的时候放的比较快 电容是空 快要接近空的时候 它就放的比较慢 OK 那这就是电容的特性 它有点非线性 电感更复杂 电感因为它有电池效应 所以它能量是储存在磁场里面 那会变得很复杂 OK 好 那这些都会造成电流的连续性变化 那电阻是线性 电容电感都是非线性的 那这个要理解电容和电感 特别需要微积分 特别微分方程式这边 会重要性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是自公系 所以微分方程式 我们可能只会提到 几个范例 但是我们不会深究 微分方程式的 的那些解题技巧 但是在电池领域 可能他们就会比较 想要去教这方面的解题技巧 因为他们可能 就常常放两三个电容的时候 你该到底是什么状况 接下来呢 在电池领域 电汗磁会形成场 那这种场的描述其实就多变量为积分 所要讨论的 所以我们也会去看这个场的描述 但是我们看到的部分可能会比较 没那么深入 那电池领域可能他们会看到比较深入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真正看数学的部分 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在哪里用 怎么样子 未来各位在哪里会用到这些数学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就从真正最简单最简单的数学开始讲 那维积分的部分 我们需要的最简单的数学 第一个就是集合论 好 这个也是离散数学的第一部分 也通常是集合论 所以这个是数学的最基础 什么叫集合论呢 来先看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整数 对不对 整数就是012345678 负1负2负3负4负5负6负7 这个都是整数 那这个是离散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整数变成一个集合 叫做整数集合 Integer 那连续数学的基础就是时数类的 就是Real Number 或者是我们不会叫Floating Point Floating Point是钻在指电脑上面 已经用有限的位元去表示的那个东西 那这个在数学里面会叫Real Number 那另外从时数类还会扩展到一个叫复数类的 那就是有虚数的部分 叫Complex Number 好 那集合呢 它是一种数学的群体 既然讲集合就不是单一的个体 集合是一种数学的群体 任何东西我们几乎都可以把它放到集合之内 那各位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往往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一个程式语言支不支援集合 天生支不支援集合 就决定了那个程式语言是高阶还是低阶的 举个例子 各位现在学C语言对不对 正在吧 正在学吧 请问C语言有没有支援集合 C语言有支援集合这个东西吗 没有 OK 那 C sharp或者是Java有没有支援集合 C sharp和Java各位没学过 VB有没有支援集合 没有人学过VB 原则上VB C sharp和Java这种东西 它支援的集合我们不能说没有 但是它是在韩式库层次去支援集合的 它不是在语言天生就支援集合的 它是用某种韩式库来支援集合 这种语言通常还不算很高阶 那像JavaScript有没有支援集合 有 Python有没有支援集合 有 它天生在语言之内就内建了集合 所以你要处理集合在Python JavaScript或Ruby这种语言里面会非常的容易 但是在C语言里面你就会非常累 你全部要从头自己写那个整个韩式库 而且用起来会觉得很不顺 因为它语言天生没有支援 好 那集合呢像01这是电脑的二进位集合 那研究0和1的这种数学就是布林代数 那各位一定看到 哇0和1超简单的不就两个数字而已吗 可是如果你去看真正布林代数 你会发现它不简单 它其实可以很复杂 尤其到证明的那部分可以很复杂 好那数学元素里面呢 集合通常我们外面用大括号去框住 像0123456789框起来 这样就是一个实境位系统的基本符号集合 那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一点 当我们考试的时候 如果应该写大括号代表集合的地方 你写圆括号或脚括号都扣分了 OK数学符号请力求精准 OK你不精准我其实是会误解 我误解到别的地方去那就领分 所以地球精准 当然你我们会看你的状况 不会说只错了一个符号就扣分 但是你能够尽量精准的话 我们会减少自己被扣分的危险性 好那空集合通常我们会这样写 然后呢或者是用两个大括号中间 每东西来写 那各位一定会觉得这个到底要怎么念 空集合 一般来讲英文直接我们就念MT set 但是呢如果我们指的不是MT set这个集合 我们指的是这个符号怎么念 这个符号叫做非 那后面我们这一章的结束会告诉各位 所有的这种符号怎么念 那这些符号都是都不是英文 这些符号是什么文啊 希腊文 那从从希腊拉丁文那边来的 那数学上面其实比较多用那个希腊拉丁的符号 为了要跟英文本身做区别 因为他如果已经在文章里面写的都是英文了 在数学公司里面又用英文 很容易混混在一起 搞不清楚谁是谁 所以会用很多的希腊字母 那空集合这里 整数集合通常会用Z 但是这个Z会用大写 才不容易跟文章里面的东西搞混 那Q Question 那这个是有理数集合 各位应该知道 有理数写成P P over Q 就是Q分之P 那这种就是可以写成分数的东西叫做有理数 也就是所有可以写成分数的东西的集合 叫有理数集合 那当然这个Q不能等于0 因为除以0便无限大 那这个就不是一个有理数 那接下来时数的集合 时数的集合就是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的 A1 A2 AN点B1 B2 BN 这种就是时数的集合 就像我们刚刚用对角正法的时候 我们只用了 我们的A1到AN是什么 对角正法的时候 A1到AN是0 OK 那B1 B2就是这样一直写下来 你可以写到B5限大 这是时数集合 复数集合呢 就是A和B都是时数 但是呢 B前面加个I 也就是它有虚数部分 那各位现在一定会觉得复数 复数也没什么 但是在数学里面复数非常重要 你会发现复数的发明人真的是天才 原则上我印象中复数应该是油拉发明的 Euler 那油拉这个人发明了很多东西 在数学上面它是一个几乎是最重要的数学家 很多人可能觉得高四很重要 事实上油拉更重要 太多的数学都是油拉发明的 复数 I这个符号也是油拉定义出来的 E自然对数的这个E也是油拉发明出来 所以才叫Euler number 油拉数 E其实就是油拉数的意思 OK 所以油拉真的在数学领域真的是 如果没有它的话 我们现在的数学很多可能都不会出现 好 那如果我们要写正数集合 我会写Z plus 这个是代表只有正的部分 那通常正的部分我们会代表它不包含0 不包含0 那如果我想包含0的话 我会写Z0 plus 这些包含0 那如果是正有理数呢 就Q plus 正实数R plus 那包含0的正有理数 Q0 plus 那包含0的正实数 就R0 plus 那开集合呢 通常我们会用原括号代表 开集合 开集合的意思就是说 两边的端点是不算在集合里面 所以它是A小于S小于B 也就不包含A也不包含B 这叫开集合 那B集合呢 就是包含A也包含B的 这叫B集合 所以变成A小于等于S小于等于B 好 那 离散数学研究的是整数类的 连续数学向为积分 研究的是时数类的 所以这学期我们会跟时数和负数打交道 时数和负数 那 从这里 从整数跳到时数好像不会很困难 但是数学从整数跳到时数会是很大的一步 它会变得相对困难 那 所以各位的微积分 不会是一门很好上的课 也不会是一门很容易过的课 那 接下来 集合论呢 我们刚刚看了好多种集合 有Z 对不对 有R 有C 有 还有什么 Q Q 那这些都是 常见的数字的集合 但是不只是数字可以做集合 对不对 我可以弄个集合 里面叫做小明跟小华 可以哦 这个集合就包含小明跟小华 我也可以弄个集合 就是各位全班的人民 所形成的集合 我可以弄个集合 是代表各位 所有人 所形成一个集合 可以哦 OK 所以集合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那 如果你的城市里面呢 支援这种集合的语言 你要放就很简单 不支援 集合的语言 你要放 你得从头来过 先写韩式库 好 那很不幸的是 各位的C语言呢 是一个非常低阶的语言 应该叫中阶语言 其他语言几乎都可以称为高阶语言 就只有C语言不行 它是中阶语言 那什么是低阶语言呢 就组合语言 机器嘛 当然可以算是最低阶 那C语言绝对不是一个高阶语言 而且要提醒各位一点 C语言很难 C语言是我碰过 所有城市语言里面最难的一个 好 好 它很有用 但是它很难 那有些人学了一辈子的C语言 会发现它一层又一层 然后 怎么觉得好像认识它了 过两天又觉得 奇怪这个东西我没看过 我记得那个孔子的学生形容它 养之谜高 钻之谜间 钻之在前忽焉在后 西语言就有这种感觉 真的你看到它在前面 我觉得我那会了 我滚瓜烂熟了 然后碰到一个高手 他写一个C语言是这个样子 这是C语言吗 就会发生这种情形 好 不然你可以去问黄敬群 那他大概是我所认识的人里面 对C语言最熟了 他是 全XLab的共同创办人 那他很会写 很会写 潜入式系统 那在台湾 会常常自己写作业系统的 大概就只有他 那这个是 是一个 一个很有趣的人物 不过他他 他很有趣哦 因为他成大念了两年就不念了 因为他觉得教得太简单了 可能吧 我再猜啦 这不代表他的 他的官方说法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集合的运算 连集 交集 插集 这应该很简单 连集就是 把这两个集合里面的元素 通通都放在一起 就连集 交集就是 一定要在两个都有出现的 那个才是 才会放进来 这是交集 插集就是说 比如说B-A 那就是在B出现 但是没有在A出现 在B出现 又没有在A出现 这是插集 那这种东西可以用凡式图来看 那我有时候这个排版的时候呢 漏了一个空页 所以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本书基本上还没排好 那凡式图长这个样子 交集两个圈圈 各代表集合 那这个如果是A 这个是B 那A交集B就是中间红色这块 OK A连集B呢 就是两个 凡是有盖到的就算 那A A 怎么讲 它这一个图字在画 A的补集 这里有个C A的补集 交集B 其实就是B-A 也就是B跟A的差集 那这个是B跟A的差集 这个是B嘛 这是A嘛 B-A有没有 觉得这是B-A 这块红色 对不对 B-A OK 那有时候我们还会用一个叫做对称差 对称差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两边没有重叠的部分我都要 只有中间共同的部分不要 这叫对称差 那它会用一个三角形的符号代表 那接下来集合透过这些基本运算就可以形成一个代数空间 那我在这边讲代数空间 各位会觉得可能只是个名词 但是它有严格的数学定义 但是它有严格的数学定义 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代数空间的严格数学定义 那我们会讲代数的部分 像比如说R R就是时数嘛 时数其实是一个代数空间 为什么 因为什么叫代数空间 举一个例子 你时数和时数相加会不会是一个时数 比如说3.8加4.2 OK 那是8嘛 OK 是个时数嘛 因为整数也是时数嘛 OK 那3.8加4.3呢 8.1 也是个时数嘛 那你会说 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这个东西加那个东西 当然就是在这个里面啊 可是问题是 你这个那个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很难讲 不见得一定会在里面 比如说 举个例子好了 假如我们看整数 那A出与B算不算是一个整数 A是个整数 B是个整数 A出与B是不是个整数呢 就不是了 所以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说它一定会形成一个代数空间 不一定 我3除以2变2分之3 它不是个整数 它变1.5 1.5跑到时数里面 不在整数里面 所以在整数上面 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处法的代数空间 这样了解我说的嘛 OK 所以所谓的代数空间 是针对某个运算而言 针对那个运算而言 它如果两个元素 做那个运算之后 还会在那个 那个群体里面 那个群体才叫代数空间 好 那接下来 对整数而言呢 加减乘 其实都是整数 所以加减乘 我可以说 整数会形成一个 加减乘的代数空间 但是我不能说 整数形成一个 除的代数空间 因为它除完之后不是整数 好 那集合呢 本身可以形成一个代数空间 因为集合和集合之间的连极 交集和差集的结果 还是集合 有没有人觉得连极交集差集的结果会不是集合的 OK 这很直觉啦 所以就不用再解释了 好不好 连极交集差集的结果当然还是集合啊 比如说我这个A有三个 B有五个 两个连极的结果呢 最多是八个的元素的集合嘛 那最少呢 最少是五个嘛 对不对 全部重叠了嘛 那不可能说 它 它交集完 连极完之后 不是集合的 OK 好 那集合的代数 既然集合是一个代数空间 集合如果是个代数空间 我这里打错了 ALGEBRL 我等一下把它更正过来 不是TE 打错了 Algebra Algebra是代数的意思 那 Set是集合 所以Set and Algebra 就是集合和代数 那代数运算叫 Algebraic Operation 那是代数运算 那在这里我们看 代数运算就是指 连极 交集 差集 那有时候我们会用减号代表 差集 那在前面我们会用斜线 去代表差集 那都可以啦 你只要统一就好 那 单位元素 集合的单位元素是什么 以连极而言 连极运算 集合的单位元素是什么 所谓单位元素就是 跟那个东西运算之后 还会变成他自己的 这叫单位元素 那我举个例子 加法的单位元素 加法的单位元素是零 为什么 因为三加零等于三 五加零等于五 不管谁加了零都会变成他自己 所以加法的单位元素是零 请问乘法的单位元素是什么 乘法的单位元素是一 对不对 因为A乘以一等于A OK 那不管什么东西乘以一 都会是他自己 所以乘法的单位元素是一 那这个是单位元素 那集合的连极 有没有单位元素 交集有没有单位元素 差集有没有单位元素 有这三个都有单位元素 就是空集合 那这里有个问题 这里写错了 S交集空集合会是空集合 对不对 所以这里写错了 S交集空集合 所以交集有没有单位元素 交集 不能说有单位元素 有什么东西跟他交集 会变成他自己的 有啦 勉强说就是那个 所有集合所形成的那个集合 什么都在里面了 所以交集一定还是那个东西自己 OK 所以如果你要说交集的单位元素 应该是指所有集合的集合 OK 但很少人会这样讲 很少人会这样 所以这里我有个错 那所以连极的部分呢 确实有单位元素是空集合 交集没有单位元素 那或者是你说它是所有集合的集合 那插集呢 的单位元素应该是空集合 那交换性 在代数里面 我们会讨论的就几个东西 第一个单位元素 第二个反元素 然后呢 有没有交换性 有没有结合性 有没有分配性 那这些性质如果清楚了 之后呢 你就可以套用很多的定理 代数上的定理 去做推论 那这是基本上就是数学家常在做的事情 他把很多性质 你具有这样的性质可以套用什么定理 他先帮你把定理都证明出来 因为他觉得他们就是专门在在证明这些事情 然后证明完之后你就可以拿去用 那你用的时候就不会毛毛的说 我觉得很心虚 但是你要先确定一件事情 数学家所证明的那个定理 他所使用的範围 就是他所建构在的那些基本法则 是不是也是你问题的基本法则 如果你的问题的基本法则 根本就不符合那个领域的话 你套用就是乱套 OK 所以一定要想清楚 当你要套用某一个代数的时候 你要先想清楚 他的代数特性是不是具有这条 是不是具有那条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能套了 所以交换性 集合的交集和连集有交换性 因为S交集T就等于T交集S S连集T就等于T连集S 这个你从那个 刚刚的那个 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叫凡式图 Vance Diagram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人翻译成文式图 那从文式图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对称的 但是呢 有一个东西不对称 X级不对称 所以X级是没有交换性的 交集连集有交换性 X级没有交换性 OK 接下来结合性 接下来结合性 就是S交集T 然后再交集U 这样子先交集T再交集U 跟先交集T交集U再交集S 这样会不会一样呢 一个是挂在前面 挂在前面 一个是挂在后面 这样会不会一样呢 OK 那原则上是会的 因为这个特性叫结合性 集合本身有结合性 OK 那连集本身呢 也有结合性 所以交集和连集都有 X级有没有结合性 各位觉得X级有没有结合性 应该没有 A-B-C 跟A-B A-B-C 跟A-B-C 两个不一样吧 好 那分配性呢 是针对两个运算而言 那这两个运算 像譬如说交集对连集 有没有分配性 在集合上面是有的 S交集T连集U 可以变成S交集T连集S交集U 那交集对连集呢 也有分配性 S连集T交集U 又可以变成S连集T交集S连集U 好 那这是 OK 这是 集合论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代数空间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出个习题 OK 好 待会我们来出个习题 让各位做一些简单的集合论证明 证明 证明 证明某个 某个式子是对的 或是错的 好 那 用图 各位 用图其实也是某种证明方式 但是很不严格 对不对 那你要做真正的证明之前 你就要先想想它的公理是什么 其实公理既然是公理就不可能是你自己定的 那公理是什么 前面这边已经有了 像这些单位元素交换性这些 把这些用上去 你有没有办法只用这些就证明我们要你证明的算式 如果有你就一步一步写清楚 那就是个证明 好 那 在微积分里面证明也有 但是微积分里面的证明要做到很严格 不容易 因为它里面的牵涉到数学概念比较复杂 数学家们在做证明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伤脑筋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叫时数 这是一个数学家绞尽脑筋去描述的一个东西 然后再找出时数的公理 然后再开始做证明 如果要做很严格其实是很困难 但是集合论可以 布林代数可以 布林代数可以做很严格的证明 但是呢 要到微积分做很严格的证明 会有 而且要从公理出发会有困难 那是数学系做的事 好 接下来看看代数 现在几分 又22分 好 那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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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